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夜听 我是刘晓 晚上十点 向你们好 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没有什么后悔药可以卖 所以既然挨了 就不要去说什么抱歉 更不要讲什么后悔 即使有的时候 爱得很深 痛得也很深 也不要因爱生恨 不要活在仇恨交加的情感纠结中 不要让自己无法自拔 毕竟是一段感情 感情往往都是 事与心动 治愈心痛 所以我们应该学会 不要轻易地去试探一段感情 更不要随意地 去伤害一颗心 每一个人 都会经历坎坷 每一个人 都会有痛苦 每一段感情 也都会有痛苦的阶段 只不过有些人 并没有把它展现出来而已 因为这些痛苦 往往往藏在一个人 而不是把它放在朋友圈里 这种人 有苦他自己受 没人理解 他自己努力 没人帮助 他自己经历 他从来不在他人的身上 找存在感 因为他们知道 看自己的人很多 懂自己的人很少 或许 他们经历过很多 他们慢慢地懂得了 有很多东西 是可遇不可求的 有很多东西 一生只能拥有一次 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即便说给全世界听 也是徒劳的 人生与情感是一样的 没有是全是美 苦不苦 累不累 只有自己知道 别人永远不能感同身受 也无法和你一起承担 所以 既然选择了爱 或者放手 就不要后悔 就像梦中你我的乐月 桌上那张发黄的相片 请不吝点赞亮 我终于我信心中 我 Item看你 我终于失去你的那一天 我才明白你就是永远 永远 总是慢慢的破血 留下的是不变的思念 我不知道你是否美丽依然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回来 有一天你在飞过着的天空 请你停下在我寂寞的窗台 我不知道你是否美丽依然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回来 有一天你在飞过着的天空 请你停下在我寂寞的窗台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刘晓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